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 那个三章五节有个overwhelm overwhelm OK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overwhelm 如果我告诉你 I'm overwhelming 这什么意思 可以讲人啊 I am overwhelming 压力太大了 我整个人已经被怎么样 我现在每天工作12个小时 然后我都不得休息 我回到家之后还有做完的家事 我整个人已经overwhelming overwhelming就是指这个人已经透支了 已经没有办法了到这种地步 OK 好 字面上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是什么 压过我 是不是 老师是不是覆盖 overwhelmed overwhelmed OK 比如说I'm overwhelmed 或者是I'm overwhelming 看你用在什么情况 OK 好 I'm overwhelmed 是我被这个事情整个给制服了 我被比如说家里面欠了500万的债 I'm overwhelmed by the dead OK 我们家欠了500万的债 我被这个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OK overwhelmed还可以表达一种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厉害严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所措 今天我家里两个孩子两个都送医院 同时发烧 同时怎么样都得心怪或怎么样 I'm overwhelmed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所措 这个来的力量非常大 把我整个给震慑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overwhelmed 还有有的时候只工作压力太大 这个事情我承担的太重 我家里面又出了这个事 又出了那个事 老人出了事 小孩也出了事 我先生也出了事 我欠了500万 我整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overwhelmed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overwhelmed就是这么一个用法 OK 那我们的经文里面讲到 他为什么讲overwhelmed呢 他讲的是说 May blackness overwhelm its light 他因为他不能诅咒上帝 但是他讲的是怎么样 希望他出生 他在诅咒他出生的那一天 中国人讲的方法是说 我们常常讲 哎呀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我要是没有出生就好了 我要是当时头 有的佛教 有的人讲投胎 哎我要是投胎去做狗就好了 我今天就没有什么做人这么痛苦 因为他可能欠了500万的 在家里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OK 他现在呢 这种这几个句子的讲法 OK 可能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这样讲 但是他都是在诅咒 他自己的出生的那一天 OK好 然后呢 May blackness 什么叫blackness 黑暗 黑暗 完全 暗掉了 什么情况 天空会全部变黑暗 除了晚上以外 正常的白天 应该都是亮晃晃的 什么时候会blackness 打雷下雨的时候 冰雨压灵 还有一个就是日食 日食就是整个把太阳都遮住了 愿整个黑暗全部盖住了 他的光 overwhelm overwhelm是制服住 他克制住了 他把他震住了 用武力也好 或用什么力量 他的力量 把他更大 就把他给制住了 这个叫overwhelm overwhelm overwhelm就是像我刚刚讲 人在不得意的情况之下 我欠了五百万 这个债务把我给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家里的小孩 两个都去发烧新冠 这个事情让我overwhelm 因为他把我震慑住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叫overwhelm 谢谢你 谢谢大家